一颗颗结实累累的茂果干 现在进入了产季 住在花莲光复乡 西富村的温玉妹阿嬷 自己栽种了一甲多的茂果干 由于没有销售管道 也不知该如何卖 索性就在自家门前摆摊贩卖 不过是没有人过的摊贩 因为我要去采收的时候 没有人看店 用这些字来帮我做生意 帮我卖 然后我才有时间去采收 摊位上挂着主人不在 自己秤的牌子 可以说是一种良心生意 而且也可以试吃 民风存补的乡下 阿嬷并不担心 摊位上的茂果干会被偷走 反倒担心一大片的茂果干 靠着阿嬷一个人 一颗一颗的剪下 怕来不及收成 就被小鸟光顾不能吃了 这个松鼠那么聪明 它会 还有鸟 鸟也会吃 如果是同样是伤人的话 它就会脱彩 采收帽骨干并不容易 因为皮薄容易受伤 所以为了保障品质 必须戴上手套 而且一到下雨就不能采收 只好趁着晴天加紧采收 阿嬷骑着摩托车 一趟一趟的载运回家 因无法顾及汤位 干脆就立牌子 如果的游客 街坊邻居 也会诚实地秤重 投下金额 很特别 然后就是自己秤 然后自己给钱这样 我也是第一次看到 因为通常卖东西 都应该是要有人在顾吧 所以我也觉得很特别 冒骨干采收季 仅仅两个月 两百多颗的冒骨干 阿嬷一人整地 采收也坚持不撒农药 七十岁的阿嬷 一年就靠着冒骨干 这唯一的经济收入 也期盼有厂商收购 或协助采收 因为一年的辛劳 不愿意白白浪费 记得感到花莲光复 采访报道 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